你好,你是高兴全国加比航道比赛 56位来自全国的高手 经过几个竞争了后,甚至出路 来自台北市的巴西华球 欧为龙资得冠军 第二名是高兴青龙资金亮 到了班政典类以外 出版团队也基盘航道经验分享会 其中特别邀请今年COE 赌多倍总统这样的资助来分享经验 高兴全国加比航道比赛 总共有56位加比高手参加 参加进行经典 志愿家企、国庭配套 经过三天的纪录竞争 最后来自台北市的巴西华球 欧为龙资得冠军 203的得主是汪为龙 恭喜今年度的冠军汪为龙 这次拿到冠军真的非常的幸运 以台湾斗来讲 这一次的比赛 比赛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因为我觉得这次比赛 都真的蛮困难的 那这一次真的有幸拿到冠军 其实也不算是完全侥幸 其实在之前我就已经有 想好了一些烘焙计划 警察主心说 要行出有一个咖啡 除了要了解咖啡豆的滴食 极其的适应也非常重要 讲到要量才能够有好生意 得奖的这个作品呢 其实在这次参赛豆的表现 它的香气的爆炸型 然后它的甜感 然后它的酸子的水果感受跟鱼韵都很绵长 那显示说其实我们这次参赛的参赛者 对于这次的豆性 甚至机器的这个烘焙的操售的程度 跟逻辑的烘焙概念 其实都非常的成熟 那显示说参赛者来 参赛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 为了要提供南豆馆的咖啡生涯 班长电力了后 出版团邀请前五名的这些 分享参赛航导的经验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成绩 都相当的优异 那也非常的开心 我们国庆在地的咖啡農 也获得了第二名 那非常的高兴 他们的成长 那我们看到现场的是 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的成长 真的非常的棒 尤其是到最后 我们比赛颁奖之后 我们吴老师带着我们的得奖者 一起分享他们烘焙的过程 以及烘焙的技术 我觉得相当的棒 那从这个分享当中 我相信选手们 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把 注意力放在说得了第几名 我相信光是在这个地方 听各个高手的这个分享 都可以知道说 学习到非常的多 除了学习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也要检查改进 让在地的精品咖啡 也会向国际化 记者欢迎看插红布图 赞看插红布图